- 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2点- 非要不可- - 好,回到酒吧新闻台,你现在收店的节目是- 非要不可- 我知道你非要不可的- 刘军耀,社会药药- 离班二,街壁达人,林瑞圖,在我们现场- 水桃利用- 班长,各位网路上的朋友,跟亲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我是非常的烦- 你在烦什么?你也去剪头发- 我没有剪啊- 昨天黄山人去剪头发,你也去剪头发- 我没剪啊- 可是看起来,头发已经- 还是变少了哦- 今天我们- 因为于美人跟于香家族要大合 - 所以我们要穿年轻一点啊- 重新出发嘛- 于美人- 重新出发,我最近实在是- 事情有够多- 因为最近有两对夫妻都吵了不可开窍- 两对夫妻都是我的好朋友- 一个- 一个高林荒跟金屠庄- 昨天报纸也有讲- 前面的报纸也有讲- 一队大概就是于美人- 啊再来就是- 我的老板于美人- 这个你老朋友太多了啊- 太多了- 那你- 但是他们都会找我啊 - 那你的事情就忙不完啊- 啊我- 他们是男女主角- 昨天- 苹果日报把我写成书我是- 最佳男配条啊- 是不是- 而且是辱仲年啊- 就是专门在勾- 替他们疏通啊- 你不是最佳男配条- 你是- 最累制片- 啊没有- 怎么制片不是我啦- 你最累的制片- 制片怎么是我- 制片怎么是我- 制片是他们两个啊- 那你是- 男女主角兼制片啊- 啊你是最累的- 公关- 不是公关- 文学- 啊 - 啊- 最倒霉的啊- 最倒霉的啊- 哎呦你也认为是最倒霉啊- 你也认为是最倒霉啊- 你想瞧事情齁- 我拿下公亲变鼠主- 不是公亲变鼠主- 两边齁- 都会骂我- 当然啊公亲变鼠主- 两边都会骂我- 就是大家都觉得你- 你虽然站在公道- 假设啦齁- 你今天可以站在公道的话- 啊- 两边都觉得说- 你为什么偏袒他- 啊对- 你为什么没有靠我这边一点- 一定的嘛- 这公亲变鼠主- 你不是第一次瞧事情- 一定的嘛- 这公亲变鼠主- 你不是第一次瞧事情- 一定的 - 我们现在大臆或许议会齁- 啊- வர之位啊- 细毛麾粥了 啊。- 啊- 也是再等线都嘛- 一定是地匠主- 啊。- 啊- 啊- 哪里有 Remo M - 那位十二次ET 啊- wi- 啊- 对 che你,四趟週 hand 啊- 哪里有兽 olsa音说啦- 吼ence feel 啦- 有啦emoых summertime都跟黃珊珊说啦 但是呢 林瑞圖還把週刊帶來 就是這一篇 說這個黃珊珊是 未曝光的賴素爐 其實黃珊珊很願望 你對這個有意見嗎? 有意見當然有意見,這事實要說出來啊 因為那個中華工程 這一次也是參加那個 雙子星大樓的招標案 對 他是第二順位的 第一順位就是由 何月如跟崇峰刀他們所組成的太極酸已經得到 但是就是押標金沒有到 押標金啊 沒有到位 就是今年的2月21號 他們也到位所以取消 那中華工程一直想 那個得到這個標 可是中華工程得到這個標呢 可能也 市政府是極度不願意 為什麼極度不願意?因為 中華工程也是得標位 要把這個轉手 也是要轉手 而且要跟市政府要100億 要100億 市政府就要提供100億資金給他 那這個一換算的條件 比太極創金得到這個創子星的標還要嚴重 所以那時候 那個 我那時候有告訴每一個報紙 後來他們去查 所以說中華工程的政治先進有三位 第一個就是應小威 我那報紙燈光很大 第二個就是那個楊石秋 第三就是李鑫 最近 一週刊又有出來一篇的報導 那這篇的報導 就是講說 秦立房 講那個 莊惠小豐 李契元 第一價購買 那個房子 那這個問題 這個資料又是誰提供的 這個就成為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了 因為這個資料提供就是以前應小威 他那時候我不是講一個李厚正嗎 要講張學孔大教授嗎 那張學孔大教授他其實冤枉的很 那時候我們給他換算 那個合約數我也正式拿出來 是跟沙永 中華大學那個沙永傑 教授簽才160萬 裡面有五個人要分 一個人才分多少 幾萬塊錢 幾十萬而已 那而且要做一本那個報告書 計畫書 那個計畫書 我也呈現給各位 那個聽眾朋友跟網路上朋友 如果你從網路上看 我們受邀邀班長的網站 你就可以完全看得到 因為我不只是出現 那個提示過這一個報告書以外 還有民國88年的省主外建築師所規劃的 有沒有 黃色皮 兩大本 還有一本就是契約書 就是跟小弟有的契約書 那今天因為我要講 不是我要講楊世俊 你今天 後來我 我這些案件 我說實在話 我從來沒有跟這些官員問過什麼 我也沒有問過他們 因為你要調查一個案件 你那官員 知道了 知道那官員 怎麼會告訴你實話 打草精神了嘛 而且打草精神了 對 你調查一個案件 你絕對是一種秘密 秘密調查 而且是一點一點的資料 一直搜 一直擠 對 發現有可疑的 你就是要 你就要想辦法 再去搜集他們 互相見面所談的事情 結果楊世俊他說 黃珊珊有 有那個跟那個小弟主 有跟那個 平了一份 他就是跟那個邱大展 就是市政府的財政局局長 要了一份說 他跟何葉魯見面有幾次 對 這一份 就是這一份 對對 那這 當然邱大展 他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 真的邱大展是沒有問題 他今天也是要完成 四聖五的一個交互的命令 要把那個 雙子星大陸趕快 標出去 能夠配合到 我們到桃園機場 整個機場捷運 能夠順利的做一個 一個國門的整個 整條線的運作 嗯 那今天我說一下 楊世俊講黃珊珊 黃珊珊實在是 我說實在是 實在是可憐啦 因為他跟何岳如 同學 大學同學 那何岳如是誰呢 何岳如就是 那個賀川國際的 原來的負責人 後來因為跟成王道的全信營造 結合下來 那時候有跟劉文雄的弟弟 劉文慶他們 整個做一個大結合 就變成 組成一個太舉雙星公司 那木偶的顧問 就是有賴志生跟賈二慶嘛 這個我都不用看資料 我就可以刀背如流了 我相信聽眾朋友可能也 都快刀背如流了 我們可以把這段跳過嗎 我要問你就是說 那為什麼楊石秋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我之前講到 你分析很好 他呢 對於這事情 他不是很了解 而且沒有去做深入的查證 不過他是中華工程的人 對 所以我要問你啊 我要問你 比方說 你好龍斌市長 對 他的辦公室出入的訪客 有沒有記錄 一定要有記錄 對 而且要有錄影 對都要有嘛 對市長辦公室都有 這個是最簡單查得到的吧 對 可是楊石秋身為議員 時報週刊身為一個大媒體 欸你們這兩個管道 你們雙方 你們都可以輕而易舉的去跟市長辦公室查訪客紀錄 對不對 不可以啊 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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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去查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這屬於 國家機密啊 這屬於機密問題喔 可是如果在這個事情上面 他們不能夠去做做查證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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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去問說 有沒有 黃珊珊 有沒有帶著何月如 就按照楊石秋所講的 時間 地點 有沒有這樣子去拜訪過 好龍斌 這個可以查證吧 這個可以查 對我的意思是這個啦 這個可以查證嘛 可是他們有沒有查證 沒有 他沒有查證 這個最簡單的查證他們也不要啊 我嚇一大跳 我也嚇一大跳 對不對 亂搞 他說 尤其楊石秋講一句話 他說不只是六個議員有去關說 他說超過六個議員 他也跟檢調要約 那我今天我要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看看 我跟楊石秋 他說他自稱是議會的駐塔隊 我們議會上何來的什麼有駐塔隊 所以我實在無謂不懂 就小學校就塔隊啦 對對對 我們小時候就是要聽去拉隊 才可以過馬路嘛 那今天議會要聽他的才可以過馬路嗎 有嗎 我不曉得 你是大議員老議員 有嗎 不是我愛替黃珊珊講話 黃珊珊他是親民黨跟我什麼關係 但是我今天覺得他受盡委屈 因為為什麼 人家的成型 尤其他的同學 他總是要幫 就是幫他安排一些官員見面 那官員見面只要不談利益輸送 只要不談貪污的結構 這個何來的錯誤 而且他是協調會 協調會都還有記錄 都要公開的 都還有協議 都要公開的 這是有紀錄的 這在議會 而且你可以去看的 這個紀錄都可以去看的 那再來黃珊珊 他也是在這個開局雙星 他標雙子星案 就是標到以後 黃珊珊在他資金 就是還沒到位 還沒到位 就是太極雙星 他資金沒有到位 到台北市 之前他就告訴 郝龍斌 郝龍斌 說這事情 他資金不會到位 那如果說他今天是跟他 跟他勾結在一起 替他官說的話 他會去提醒郝龍斌嗎 不會嘛 而且資金還沒到位 這事情都還沒破局 對對 還沒破局 他就已經 簡訊 發給郝龍斌 而且這個簡訊的時間 我都有看到 非常的清楚 所以 我就問你啊 那 這個是 楊師兄為什麼要這樣幹 因為他們是中華工程的人 我剛剛已經講過 一桌竿出來兩篇嘛 一桌竿出來兩篇嘛 第一個說 張崔孔教授收一千萬 這個是冤枉的事嘛 再來一篇就是 秦毅皇 李慶元 跟莊惠雄 買房子 這個又誰透露出來的 這個是冤枉的嗎 這個裡面 就讓檢調去查 這中華工程 就是要他們三個 就是所謂中華工程 我講印象 我也是中華工程的打手 他們兩個也應該都是打手 因為印曉威最近 你說他們兩個是誰 你說他們兩個是誰 你剛剛講的是三個啊 就是楊師兄跟李欣啊 楊師兄跟李欣 哇 你現在講 等一下 你這邊確定說是中華工程的打手的是 印曉威 李欣 李欣跟楊師兄嘛 跟楊師兄 這是你確定的 那個 他另外那三個 他一定 他為了這個 雙子興案 他已經 我在想 你今天能夠收人家的政治選舉 那政治選舉為什麼都沒有給我 那個 印曉威議員說 這個 每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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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選舉 每個國民黨議員都有拿 後來 不到一個小時 又馬上傳簡訊說 黃沐欣黨部都有拿 黃沐欣黨部 我又問 我又問李副中午 我說 欸 中午啊 李副中午議員 我說中午啊 你也是黃沐欣 你有沒有拿 我說沒有啊 結果 印曉威議員 可能大牌 人家長得比較漂亮 什麼大牌不大牌 他們兩個都是第一屆的議員 所以 這個 可能是 呃 女議員比較漂亮 剛剛做議員而已啊 因為 為什麼 印曉威議員是 村池基金會 沈村池 沈慶庭 村池基金會的秘書長 因為那個 李鑫跟楊石修 他們都是 在那個 中華工程的 照顧範圍 照顧範圍 那你今天 真的要講 人家自己 真的是 盡視先照一照吧 喔 要刮別人的鬍子 自己的先刮一下 先刮一下吧 那你怎麼確定說 楊石修是 他的什麼照顧範圍 這個你有 白紙黑字嗎 證據嗎 我不是 上一次 我 不是我講的 監察院調查 那邊調查 那個資料庫裡面 陽光法案裡面 都登出來了 他聽眾朋友 跟我的記憶力都很差 都登出來了 再講一遍 你把他聯想 監察院的 陽光法案裡面的 這裡面的 我們都 我們所有的資料 我們都要報 不報的話 可能就 懷120萬 聖傑要 棄除你的議員 財產要公布 你的名利代表的資格 嚴重性 就要達到這樣的程度 那你今天 因為 黃珊珊是跟何月如同學 同學有罪嗎 同學 同學 我跟你同學有罪嗎 人家會聯想啊 阿聯想 但是你今天你要聯想 你要有事實的證據證明 今天 對 我們的議會 就是要事實證據 像你 白紙黑字啊 你在講什麼 都是有證據 白紙黑字 大家記不記得 明瑞圖要拿什麼 比如說 春龍建設 行賄 行賄 明瑞圖是這樣 台塘案 無奈人 跟洪七昌的案 明瑞圖的做法是什麼 他把支票 號碼 幾月幾號兌現 誰會給誰 清清楚 然後多少錢 名字是什麼 清清楚楚 收稿人 匯款人是誰 收款人是誰 那才叫證據 對 這個都要講出來 那才叫證據嘛 對 那你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講今天講錯人家怎麼樣 你用這些官員 那這些官員說 說 這個黃珊珊怎樣怎樣怎樣 那這些官員 我又問他說 你有沒有告訴楊石修這件事情 他們這些官員說沒有啊 喔 這官員可以講嗎 這官員就邱大展啊 邱大展 還有兩位局長就定義群他們啊 他們這些局長都否認 否認啊 還有一個前副市長 就是林建元副市長 也說沒有 他們跟他見面啊 你看 林瑞圖的做事情就是這樣 他一個一個親自去問 而且我是指名道姓講這些局長的名字 都沒有啊 這才叫做 街壁嘛 那個楊石修議員 如果你要學習林瑞圖街壁 要像這樣的規格 不是啊 今天你把 他這個也不講那個 我們把議會 人家黃珊珊也是一個 不要講說他是個名律師啊 人家的清白 你今天把他講到他氣叫去告他 當然啦 黃珊珊昨天在節目中 這個節目中就講啦 要氣叫去告他 所以我也 堅持提告不和解 我也打電話 當事件 這個十八桌缸我一看到以後 我就打給黃珊珊議員 我問他說 算算了 真的有這回事嗎 他說 沒有啦 大哥 這實在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這種 這種 不曉得是怎樣 怎麼會講到我 我是 何月魯的同學 我也公開講過了啊 對啊 他說公開講 我也會 我也警告 郝龍斌 你要小心 這個太極創新這家公司 他的有一些很不健全的喔 你要小心點喔 這個事實在還沒有至今 在今年的2月20日之前的 前一年的12月 他就告訴他 他就告訴他 告訴我們冰了 好 那這樣我問你 那楊師兄這樣子做 他的最 他可以獲得什麼樣的利益嗎 除了中共這邊嗎 還是什麼 我問你趕快進廣告 我就才會講 咱們林瑞同說要進好 我們也不敢不進 進了廣告 你來看一下 楊師兄的目的是什麼 進廣告 好 我們來九八新聞問題 我是劉俊耀 是我要要揭壁達人 林瑞圖在現場 取得理由 我們上一段 你就問我說 楊師兄為什麼要講黃珊珊 到底他是什麼目的 你已經講說他是中共的打手 對我們知道 可是那 中華工程 中華工程 對我們要講全民 那他要去咬黃珊珊 因為有什麼目的嗎 因為他一定要有這個獲格吧 只要跟太極雙星這家公司 他是有關係的 他們 就是中華工程的 打手 就 不要說關係啊 就是有插到一個邊 就像我被 楊小威講說 陳鳳道告我嘛 後來他當庭策告嘛 對我策告 不對他策告 他說 他說我收陳鳳道老樹 各位聽都沒有 今天 如果是我們班長 劉均要告我 對 告我又劉均要說 當年說 不告了 對 那不告還要 表示你收我的錢 表示我收你的錢 還是什麼 啊不是喔 是變我收你的錢 你告我的 要拿錢給我啊 然後我現在不告了 表示我還有拿錢給你 對 啊這合理嗎 我頭上派去喔 因為這個柄 我剛才在前提上 上一段 我是講的太明了 給大家聽 如果是中華工程得標 中華工程不可能做這個工程 一定有轉包 一定轉包 你又不是中華工程的人 你怎麼知道 唉唷我很知道他們的手法 因為他們已經 告訴很多協力廠商 他們所謂的 已經是 大家說 我這個標拿到 你這個給你做 那個給你做 那個給他們做什麼 你看 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像我齁 我都不會聽林瑞圖 只是想說 他這樣子講 我一定追問 追問說好 那他有跟哪些廠商講 再來 再來還有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怎樣 他要求市政府 又要給他一百億 不用做 我就賺那麼多錢 用金啊 我就再拿 所以中華工程 無論如何就是要 你今天 你們這幾個人 是我的打手 你們幫他收政治簽證 你們不用聽我做建政啊 就是去幫他 馬前祖先去打 對 一定要先打的 所以我們議會 現在是分成兩大 在雙城香港分成 差不多兩大塊 兩大區塊 就是一塊就是支持 中華工程得標的議員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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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批是支持 那個 那有一大批是完全不支持他們的 那你是屬於哪一塊 我都不支持他們 你兩塊都沒有 我都不要 你是 因為我是純粹的這些師弟組 喔 師弟組 這師弟組呢 賴祖如因為 不是幫這個師弟組 講話 他是幫那個師弟 李秋明有沒有 對 李秋明在這個師弟組 名單有沒有他 有有有 沒有他啦 裡面的有有有有 不是 我是說 我有看到這個師弟組的這個名單 有有有有 你這麼緊張 李秋明 這個師弟組是王曉鈺 當會長 李秋明就是去找 陪的婦人又責兵這個 李秋明他就是跟太子創新 大家合在一起的 這本師弟組的名單都在這裡 沒有 他是假的師弟組 後來他才 他好像是人家人頭 但是我今天講 如果他不是人頭 李秋明不是人頭的話 他今天他最少也賠了一億四千六百萬 被師送貿收 因為他有拿一億三個一個一千六百萬 變更設計會 是 都他店的 不是太子創新公司拿出來的 是 那賴祖如就是去幫忙李秋明去講話 他不是真正幫忙這個師弟組 大家不要搞混了 他余創新這個公司 他在雙子心案 他就有賴祖如的部分 就是 為李秋明這個師弟組 假的師弟組 想清楚 假的師弟組 在 土地方面 有市政府土地 有交通部土地 有 國民黨土地 有 那個 西萬的真正這些師弟組的土地 跟一個家的 就是賴祖如一任 他們幫他講話的李秋明 這個 這個師弟組 他是後來才有土地 所有權 突然間冒出來的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那楊師修呢 今天他們就是中公的打手 所以 他在孕小偉提出來 那個張學鴻教授 收了 那個一千萬 千萬有沒有 那個一週刊有出來 那時候 孕小偉 他把 提供資料的這個李厚證 臨時通通除掉 聽到我們朋友也知道啊 所以你在電視上也講過 你在我們這個節目也講過很多次 後來這個 這個李厚證 就是在拿這些資料 因為 那個 馬殺國是沒有事情 他是幫你的忙而已 馬殺國啊 就是 木柵指南宮 的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 因為馬殺國是熱心嘛 那熱心就幫他們講 他突然間怎麼有一個造窮建設 不是遠融建設 這種造窮建設 一造兩造造窮建設 我真的都不用看資料 我都可以朗朗上口了 就是提供 就是 黃子給情侶王 那個 那個 那情況是氣得半死啊 氣得半死啊 他說 我當初買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一瓶買三十幾萬 現在也只不過四十多萬 你何來估價估到七八十萬 這是確實的嗎 我不曉得 這是他講的 這是他講的 這個是檢調 你是引述情侶房 所以講的 但是今天說實在也蠻冤枉的 真的 你怎麼知道他冤枉 那時候黃價大概三四十萬 你有查證嗎 我有查證 那時候我也有查證 那當然啊 這黃子買賣都可以 稍微講一個價格 譬如說我一瓶一百萬 我可以講到八十五萬 九十萬 這本來就可以討價還價 買賣無債服 對啦 都可以討價還價的事情 看大家的工夫 所以 央視區我來講一個故事 給你們大家聽聽看 好 我最喜歡聽故事 我們台北市政府跟新北市政府 五聯手 就是說 要補助這些公車業者 補助公車業者 對 公車啦 因為公車要載 六十五歲 就老弱婦孺 都免費嘛 啊那個 有的小朋友就半嫁嘛 又什麼那個 算是德政啊 啊又跑山區的 這種載不了人嘛 對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一年 大概編二十一億左右 台北市 這是台北市編的 新北市政府要編一億 一億 也十一億三千萬左右 總共加起來三十二二 三十一至三十三億間 他們就補助各家的公車啦 叫做大都會首都啦 台北客運啦 紫然光華啦 這些大油啦 大台北縣市這樣跑的 都有補助 那一家平均都可以拿到一億多 補助 啊那個 他一定要經過台北市議會通過嘛 是 那時候我們就會審查嘛 他的山區路線 有多少 就是公共政策的路線啦 就是配合這些 山區沒人要跑 有時候 司機開往山上再開下來 站不到一個個人 算是瞭解的路線啦 瞭解路線 可是你 政府不能沒有這樣的公車給這些民眾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就是你了解你也要給我開 還是我補助你 這樣嘛 是不是這意思 對我補助你嘛 啊再來這六十五歲老人的福利嘛 我們也要 啊學童嘛 學童學生票嘛 這個當然就有優惠 當然就有我們市政府 跟新北市政府 他們就是有補助款 是 那這補助款 楊師兄議員就起來講話 喔他講的 荒免堂皇啊 說這個都是 怎麼騙人的啦 說是怎樣啦 都是怎樣 這資料都是造假的 什麼什麼 一大堆啊 結果齁 我們就是 表學啦 他也贊成通過了 他也贊成通過 可是他在前面的時候一直罵說 對對對 就講一些有的沒有就對了 好 他真的很通過了 他 就去找大都會跟首都科院 首都院董事長 李博文跟大都會公車董事長 會造紅 都聽名聽聲喔 都是指名道姓喔 他就跟他講 他說齁 楊子俊議員就講 我齁 向來做善事啊 你們兩家給我提播三百萬 提播三百萬要幹嘛 捐給我指定的孤兒院 欸 這是好事啊 可是 這跟不樂之捐啊 對 這是不樂之捐 這邊不樂之捐 他等於去 他沒有要他捐給他 他是捐給他指定的 孤兒院 阿可以這樣嗎 不可以 這好不可以齁 指定他的孤兒院 就是感謝楊子修這樣 善心的捐款 與募款 喔 這怎麼說的事情 我講清楚喔 這什麼事 今年的事情 唉唷 結果大有巴士跟什麼 跟什麼 跟首都喔 跟大有跟首都 對 我不好意思再講那麼多家 三百萬 都給了嗎 就乖乖給啊 捐給 真的捐給那些孤兒院 那樣是有指定的孤兒院 哎呀 扛他人之鎧 做公益 就會有獎狀 對 感謝他的熱心公益 慈善募款 然後這些 這些客運公司來跟你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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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運都啞巴之後你 不敢講 那你怎麼知道 我就是像一個鬼一樣 後來 我想跟你聽 等一下要進廣告 最後文中我就會講 你要進廣告 我也不敢不進 林瑞圖要進廣告了 抱歉 他進廣告回來 不是叫胃口 因為這個廣告 沒有你們支持 沒有廣告支持我 還有我們節目嗎 好好好 林瑞圖說你好我好 進廣告 剛剛好 進廣告 好我們九百新舞台 我是劉俊耀 社羽耀 借比達人林瑞圖在現場 學長你好 好來 你怎麼會知道 這不是公車夜神來投訴 不是公車夜神 他又叫點 差不多 他又不懂的 他又叫楊石秋給他點 叫你指定捐款 你還去跟林瑞圖講 我事實在講 但是這個也會對不起一個機關 一個機關 什麼機關 調查局 調查局跟你講到 調查局裡面有人 都來問我這件事 調查局是不是已經有掌握到這件事情 不是 還在查這個事情 是楊石秋檢舉去調查局 我聽不懂 楊石秋檢舉誰 他檢舉台北市議員 共同圖利公車業者 這個公車補助盤 喔 喔 因為你們都通過 再來因為他說 他怎麼說 他說 裡面的文 我是沒有拿到 那文我有看到 那裡面的文是怎麼寫 他說 我們其實 我們台北市民的 民旨民高 跟新北市民的 民旨民高 這實在是 不應該要補助那麼多給他 尤其你看公車業者 都有辦法 從中挪三百萬 挪用三百萬出來補助 這些故而言 啊 我有空喔 這樣我聽懂了 你不要說空喔 但你有股喔 我告訴你 但是我這樣我聽懂了 你懂不懂 我懂了我懂了 你懂了各種奇價吧 他今天為了要告你們 然後 他是一位救察隊啊 所以他去叫業者 畢業者去不樂之捐 擠出三百萬指定的 孤兒院 然後再用這個事情 你看 你們都能夠捐三百萬 那為什麼你們還要接受我們的補助呢 意思是說你根本不用接受補助嘛 對 然後再去告人 因為這些補助款是要用在哪裡 你曉不曉得 有的是 在司機的薪資上 對啊你要 薪水 我們獎金上 對 因為要鼓勵這些司機 能夠開嗎 你看喔 你不要說 我的北樓區 他們開到大屯山上去 一個人三星半夜 開不空的公車 開到十一點多 開到十二點 你不能不開 你不能開 因為山雨路滑 尤其下大雨 你看那個木柵 文山區這邊 或是 南港 這邊都有時候 你看 開到山區 沒那麼補 也要 不要過 這種補助合理 為什麼說合理 不然你台北市政府 你要自己 你要開 以前叫台北市公車處 對 你公車處 你自己要有公車處 自己要有公車 自己要聘人 然後呢來開這條路線 因為什麼 沒有業者 民營業者 人家不願意開嘛 欸 沙頭的生意有人做 瞭瞭瞭瞭瞭誰要做 所以我 我只好公車這樣 我台北市政府補助給你 拜託你們 你們幫我們來照顧這些呢 偏遠地區的居民 讓他們有公車可以搭 然後呢 老人 小孩 都可以獲得補助 這天經地義嘛 對阿 如果說補助款 有這麼 阿你敢強壓 可以捐 對啊 是你去壓的 怎麼後來又捐 牆壁人家捐的 又檢取到調查局去 那這樣我覺得 這是黃珊珊的案 他也是 要說他已經向調查局 檢取 要有他三個條件 一個條件 講他 說 這一點他決定 還有要90分鐘的見面 什麼種種 這我覺得很好笑啊 因為這一點 我在看到報導會覺得很好笑 哪有說會面要至少90分鐘 誰跟你 我說實在話 我像 我上節目 像我不是說上你的節目 我受搖節目 像以前我們採購天然氣 這個我們受搖 卡達 對 叫我去檢察院檢舉 後來 我不敢叫你 我們一年 損失了135億 對不對 我們全國國民要多支付135億 就是陳水扁他們拿到日本去 每年喔 現在還在發生喔 再來你不是 那時候美和事 我們損失110億 我們總統很多 講不完啦 實在是講不完 建議你去跟監察院 對 啊7 還有那個我們台塘案 我 你也是 我講完 你都我去 那今天 我要講 把強視兄 你敢這樣子做 你今天這麼是議會的支撐罪 你就去檢舉所有的人 你就直接去到調查局 或到檢察官那裡 或到檢察院 這個都是可以接受檢舉的 不要這樣無條來 打到沒什麼事情 你也說出來 像那個公車聯合業者 你只進了三百萬 後來你自己給人家要求人家 你再跟調查局檢舉 我們議會的園圖立公車業者 這樣怎麼說的 這樣真的說不過去 說實在 用這種事情 然後好像來支撐自己說 自己的救殺隊 拜託不要這樣 好啦 今天非常感謝 旅館主到我們現場 謝謝 阿嘞